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预期会继续有外国部分政客 借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抹黑香港已经有准备认队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之后 外国继续有批评的声音 部分国家和地区更加声称离香港的风险增加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 预期外国部分政客会继续抹黑 目的是要令香港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等的优势 制衡内地发展 他们想什么呢 就是想将香港去功能化 将我们的角色模糊化 我相信有我们的朋友 那些是要继续跟他们保持好的关系 甚至要交多些新的朋友 Sing is believing英文 就是邀请多人来看 这样我觉得是最后的方法 去排除一些不实的言论的影响 他说鼓励市民继续表达意见 展示言论自由仍然为似 亦都鼓励传媒报道批评的声音 真诚的新闻工作绝对不需要去担心 反而其实我是很鼓励新闻之外 有时你报道一些对香港不友善的言论很重要 就是知己知彼 一定要知道对我们不友善的人 他在做什么说什么 一起出席节目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就说不担心本港官员受到外国制裁 对于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 可能关闭香港驻当地的经贸办事处 邓炳强形容做法很蠢 说损害双方的交流利益受损的都是那些国家 暴先电视记者梁永强报道